那么你会问 我为什么要注册一个非中国大陆地区的Apple ID呢 除了我们可能需要安装一些VPN的软件之外 有类似Netflix还有谷歌在Apple Store上发配的产品 都无法在中国大陆地区的Apple ID价下载 另外一点 去年9月 苹果在发布会上极力推广的Apple TV Plus这个服务 其实类似于Netflix 是一个视频的流媒体播放平台 但是它有苹果原创的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在上面发布 库克宣称 9月份之后购买的全球Apple系列产品的用户 可以免费观看一年Apple TV Plus的服务 但是唯独没有开放中国的市场 很多中国大陆地区的小伙伴以为他无法观看Apple TV 因为在中国大陆地区打开Apple TV是没有任何内容体现出来的 那我们是不是放弃了呢 其实不是 这个时候你只要利用非中国大陆地区的Apple ID登录你的苹果产品 你就可以享受一年的免费观看Apple TV Plus的权利 好了以上这些都是拥有一个非中国大陆地区Apple ID的好处 所以就看你的行动了 登录iPhone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注册一个 所以我们点击没有或者忘记Apple ID创建一个Apple ID 点击继续 点击继续条款同意 输入我的iPhone手机解锁密码 此处需要等待一会儿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Apple ID已经注册好了 但是目前它是中国大陆地区的Apple ID完成我的电子邮箱的验证 好我们在邮箱当中收到了一封邮件立即验证 输入我们刚才设置好的Apple ID密码 好由于是本机我只要点击好 这个时候记住刚才的验证码 再输入一次新的Apple ID登录密码用验证 可能我刚才输错了 叫个账吧 叫个账吧 为什么还是需要我验证 搞不懂 829584 829584 如此反复 是何故 我们采用短信的形式吧 难道是因为我的再来一次 221好刚才由于我是打开了科学上网的工具 所以导致我无法验证通过 那我把它关闭之后就一次成功了 好我们继续 好已经验证成功 这个是我们仅仅注册好了我们Apple ID 我们还要打开Apple Store以 BigFound的身份设置购买 是的登录Apple ID服务 蛤? 无法登录 蛤? 无法验证 这个时候我们无法验证 Apple ID iCloud iTunes和Apple Store第一项 配送信息 好 在初次登录好之后 它一直 我一直点开Item Store 一直不让我通过 显示一句错误代码 我的处理方式是将设置程序退出 重新再进入 再打开App Store就可以打开了 好 我们进入了App Store界面 点击Apple ID 查看Apple ID 输入密码 再输入一次密码 我觉得苹果在首次登录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问题 我将以最真实的状态 来还原一个新用户注册Apple ID 然后转区的一个操作 登录以查看账户信息 登录以管理你的账号 出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我没有在App Store上进行使用 或者下载过软件是有关系的 我们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进行取消 我们打开App Store 好 我们随便下载一个软件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网络住手 购买 好 他说此Apple ID 可以尚未在Itunes商店使用过 轻点检查已登录 然后检查你的账户信息 检查 同意 条款下移 好 这个时候点击确认一下 Apple ID已经设置完成 你可以透过 做使用Apple的服务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能否下载 安装 好 他已经可以下载了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Apple ID是注册成功了 回到设置首页 设置页面 我们点击我的名字 点击Apple Store Apple ID 进到设置首页 我们点击Apple ID 点击Itunes Apple Store 然后点击Apple ID 第一个查看Apple ID 账户信息设置 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能够进入账户设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无法进入账户设置的关系 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在Apple Store里面 进行过首次的确认添加信息 好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国家和地区 更改国家的地区 我们选择香港 同意 好 你会发现 付款方式的地方 只有信用卡和Alipay Hong Kong 香港的支付宝和手机电话 没有无这个选项 我们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信用卡 也没有香港的手机电话 也没有香港的支付宝 所以怎么办 我们在手机上是无法注册成功的 手机上操作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其他地区的节点 我们打开 并且是代理 选举路由的模式 再次进入 我们返回上一页 点击更改国家和地区 选择香港 点击同意 好 这个时候看到我们多出了一个 无 付款信息 我们输入我们姓名 第一行是币田 我们输入 我们输入任意字符 第二行可选 香港电话 我们输入一个 随便一个号码 看是否能够成功 好 这个时候 Apple Store 我们进入App Store 看见它的字体已经改成了香港繁体字 搜索一下 Netflix 好 已经有Netflix 就说明我们已经换区成功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购买香港的香港区的软件的话 我们看看是否能够购买成功 比如这个 它需要15港币 我们点击一下 付款完成 它说需要付款的资讯 点击继续登入 然后提供付款资料 我们点击继续 添加付款新的付款方式 我们有手机信用卡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到设置里面 打开Apple ID 点击右上角头像 这里有兑换礼品卡和代码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相机来扫描 我们购买到的礼品卡 当然可以输入代码 当然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 香港区的礼品卡 包括美区的兑换礼品卡 也不能够跨去使用 这个我们在购买礼品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在中国大陆 如果你想购买美区Apple ID礼品卡 或者香港Apple ID礼品卡 你可以到淘宝上去搜索相应的关键词 你就可以购买 当然也可以通过赠送礼品的方式 让其他香港的朋友 他有扣返方式 直接能够通过 以电邮传送礼品卡的方式 传送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 然后你去兑换 或者你去购买 好了 反正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是有很多种方法的 更换到美区 我们先打开设置 点击我的名称Apple Store 好 我们点击下面 这四个当中的第二个Apple Store 好 我们点击最上面Apple ID冒号 好 查看Apple ID 这里选择国家与地区 选择美国 同意同意 好 你会发现这里有信用卡和PayPal 两种选择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PayPal 也没有美国的信用卡 我们该怎么操作 跟香港区域是一样的 我们选择一个节点 我们看看如果不是美区节点 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我只要换任何一个非中国大陆地区的IP 上去 就会出现一个NONE 跟香港区是一样的 并非像有些大佬说的 一定要是注册美区 一定要美区的IP 其实香港IP也是可以的 我们选择NONE 下一步 我们前写不要搁 街道我们可以随便填 城市最好对应起来 好 我们对应一个城市 州 选择 这个地址我们还是跟我之前介绍的一样 在谷歌上搜索 美国地址 身份生成器 随便找一个真实的地址就可以了 只要州跟邮编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邮编加号码 后面写七位 1234567 下一页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换区成功了 那跟香港区一样 如果你需要充值的话 就需要去购买美区的Apple ID充值卡 不能够跨区使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持续关注 点赞 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